用出离心来修世间法 师父希望你们要懂得 要修自信功德智慧 如功德未生 如果你没有功德 那么你在学佛之后 可以另其生出 学佛后要让功德在你的心中生出来啊 一个人拜菩萨 动机不能不纯正啊 人是非常可怜的 很多人不懂 如果一个人拜佛的动机不纯 即使你在那里跪了半天 非但没有功德 还有贪欲的业障 一个人发心的大小 也影响着功德 享有大愿力 大功德 跟观世音菩萨祈求说 我求菩萨保佑所有的人身体都好 师父问你 所有的人是不是包含着你啊 你跟观世音菩萨说 我要让所有人的身体都好 第一 你是包含在里面的 第二 你让所有的人都好了 所有的人的功德都聚在你这里 因为是你在替别人求 你说 是替你一个人祈求的功德大 能量大 还是替全世界众生 祈求的功德大 能量大 这个就是发心的大小 影响着你的功德的大小 很多人不懂啊 你们太需要师父的帮助和指导 要常拜佛 要拜出出离心 要长存出离心啊 出离心是什么 就是要离开这个人间 不是叫你们的生命离开这个人间 而是叫你们的思维要离开这个人间 不开心了 思维上啪的一下子离开人间 我没有不开心啊 因为我是菩萨 对不对 举个简单例子 你跟儿子下象棋 因为你已经在这个棋盘里面 如果你输了 你会产生不开心 出不来啊 那么出离心是什么呢 你突然之间想到 他是我的儿子啊 我输给自己的儿子 说明我儿子聪明 有智慧 这样你一下子就脱离了狭隘的思维 你不就是有出离心了吗 我们在人间所有的想不通 用出离心突然之间想通了 我是以后要成佛的人啊 我在学菩萨 我为什么还要在人间斤斤计较呢 我为什么还要跟他过不去 我不是傻瓜吗 我是未来佛啊 我为什么要想不通 他想不通 他还要轮回 我为什么要对他不好呢 这样一想 你就想通了 出离了 离开了 再举个例子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买东西 经常会被人家赚便宜 你会为多付的钱很难过 想不通 一直难过 突然之间 你想通了 我上一次做什么事情 人家多给我找零钱了 那次 我占了便宜 我今天被他赚便宜 也算是拉平了 我还是没有亏啊 你这样一想 心中一条件 你想通了 出离了 离开了你想不通的事情 对不对 人间是短暂居住的地方 千万要离开它 不要让人间一点点琐碎的事情 卡住自己的心 让自己所在里面 走不出来 拜佛能够让我们 长存出离心 礼佛则可以去除 庸俗的世间法 经常学习 观世音菩萨慈悲心 你可以离开 庸俗的世间法 世间法是什么 比方说 你对别人好 别人对你好 你对别人饿 大家都会对你饿 你用虚假的心 去对别人好 你可能会换取 今天他对你好 明天他也对你好 后天他还是对你好 对不对 大家都对你好 因为你是假心 对别人好 所以你把人家都骗了 这样你非但没有脱离世间法 你反而还造业了 因为你对人家是假的 你让人家喜欢你 你让人家对你好 你不是真心让人家喜欢你 你这样做 已经是犯罪了 大家听得懂吗 举个例子 夫妻两个 假来假去 假到最后 老公有一天忍不住说了 我早就知道你了 这么多年来 你对我就是假的 老婆说 好了 你也别装了 你对我是假的 我还不知道 好了 离婚了 如果你真心地对老婆好 哪怕你骂他 他都知道你是真心 这样的夫妻不容易散掉 所以对人家要真心 对佛友要真情 对朋友要真意 这样 才能脱离世间法 学佛 就是学做人 就是要脱离人间 狭隘的思维 我今天到观音堂来 我就是实实在在的 百观神音菩萨 就是实实在在的做人 我就是要锻炼自己 哪怕人家骂我 对我吐唾沫 我都会检查自己 有没有把人做好 我被人家讲了 我觉得 我应该更加地努力 我没有自己 我只有众生 这样 你就拥有了自己 并且拥有了众生 大家听得懂吗 你们来到观音堂 假门假事 是没有用的 你们看看 社会上那些人 在饭桌上吃饭 应酬的时候 成兄道弟 呼三唤四的 你怎么样 我怎么样 讲的 好得不得了 吃完饭 全忘了 有什么用 全是浪费时间 很多人见面的时候 喜欢说 好久不见了 我以后 一定来看你 等着吧 什么时候 他会来看你啊 要懂得 离开庸俗的世间法 师父这里 有一个弟子 只要看见 师父的房门开着 看见观音堂里的人多 他就拼命地做事情 又搬花瓶 又倒垃圾 等师父不在的时候 或者 师父看不见的时候 他就坐在那里 不动了 其实 你们做功德 用不着做给师父看 因为菩萨 都看得见的 想想看 师父 又不是你们的领导 功德自存 不是给别人看的 你们要懂得这些道理 为明文立养 而亲近佛 拜佛 那是得不到好处的 明文立养是什么 就是说 为了有利益的事情 而去亲近佛 有求于佛 他就得不到 他想得到的东西 很多人来拜佛 不就是为了找一份工作吗 工作找到了 拜佛就结束了 这不就是为了明文立养吗 菩萨会喜欢这种人吗 求安乐 消灾严寿 都是求人间的福报 安乐 人实际上也不应该求 是暂时得到的 消灾严寿 也不应该求 为什么 因为你该有的灾 你是消不掉的 因为你该有的瘦 你是延不长的 假如你延寿到一百五十岁 你就变成人精了 只剩下皮包骨头 有什么用呢 就算你活两百岁 也是没有用的 师父讲得越来越深了 你们跟着师父 学佛学法 所以连人间的法 都不要去求啊 我求了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 以后是你的吗 现在的孩子 不孝顺 把父母打死的 有多少啊 养出的孩子 不孝顺 最后 把爸爸妈妈 活活气死 这种事情 还少吗 要懂得 学佛人 应该怎样 来把握好 自己祈求的尺度 我求安乐 是为了弘扬佛法 我要严寿消灾 我是为了让更多的人 得到佛法 那么 你就是在修出世法 你们在座的 年纪大的人 从现在开始 在观世音菩萨面前 要真心祈求 不能说 观世音菩萨 你让我严寿吧 境界高的人 不求自己 只求众生 学佛人的心态 动机 一定要正 邪的东西 才不能上你的身 所以 心正 魔就不会上身 过去 师父有一个弟子 他在单位里 把账算错了 好了 有一天被发现了 他就求菩萨保佑 不要让他怎么样 虽然事情过去了 但是 在他的心中 留有一个伤疤 实际上 他求的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不被追究责任 但是 在他的意识当中 还有生活中的 其他方面 他一定 还会受报的 你们都听不懂 师父的意思 要明白 只有不中这个因 你就永远 没有这个果 你只要中了这个因 你想让果 长得慢一点 但是 它还是会 长出来的 你想把果挖掉 是根本不可能的 果 是消不掉的 有一个否则 这种事 很长的 这种东西 可以 薄荷 记者 你 然后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